hello大家好 欢迎收看皇家评测 我是成远 如果你只有3000块钱的预算 又想买一部旗舰手机的话 你可能会在我面前的这三部机型中有所纠结 小米9 iQOO 荣耀 V20 其实踩在3000元价格这个旗舰门槛上 这三部手机你随便买哪个都很有性价比 但是用你需求 因人而异 所以本期视频 我们就来对这三款手机进行一个横评 来选出最适合你的性价比旗舰 三款手机的外观大家都已经见过了 这里就不再赘述 主要聊一聊主观的上手感受 小米9是其中手感最好的 如果你习惯裸奔 并且非常在意握持舒适度 那就选它了 iQOO是最重最厚的 荣耀V20中规中矩 两者电池更大 并且均保留3.5毫米耳机孔 如果不是小米9后来修改了水滴形状 正面基本跟iQOO一模一样 荣耀V20则采用挖孔屏方案 三者下巴宽度差不多 也说不上谁更好看一些 辨识度主要还是体现在背面 玻璃材质避免不了指纹油污 小米9看起来要更严重一些 擦拭后全息换彩还是非常亮眼的 可以直接当镜子用 荣耀V20相对收敛 V字形光纱纹路倒是不难看 但后置指纹影响机身一体性 还有这个摄像头模组排列 我有点欣赏不来 iQOO看着低调实则闷骚 LED灯带在充电或者游戏中会亮起 中框两侧切割设计也比较有特点 但多少会影响握持手感 小米9和iQOO采用三星OMELY的材质 并且支持AOD细屏显示 屏幕观感看起来都差不多 而荣耀V20采用的是LCD材质 观感感觉没有前两者好 并且在边缘处有一些泛黑和漏光的现象 真实投影屏站比测试 小米987.64% 荣耀V2087.67% iQOO87.20% 看来水滴屏和挖孔屏 屏占比水平相差无几 当然了 花3000块钱买手机 我们不会仅凭外观来定胜负 当然买性价比旗舰最看重的 其实还是性能的表现 之所以说是性价比旗舰 就是花最少的钱买最强的处理器 骁龙855跑分要比麒麟980略高一些 但用起来都是性能一出的 JIG BANCH跑分用下 日常使用比较考验性能的主要是游戏场景 绝地求生 王者荣耀均为最高设置 使用快否测试帧率波动数据用下 可以看到骁龙855或者麒麟980 帧率反映出游戏体验基本一致 三者中最推荐EQ 因为侧边压杆按键非常适合吃鸡类游戏 小米9则不太推荐重度用户来使用 毕竟它的电池只有3000毫安时 另外两个电池都有4000毫安 续航测试每一项场景运行半小时 掉电百分比剩余电量情况无下 三者均支持快充 其中3298元版本EQ 标称功率高达44瓦 这里需要说成抱歉的是 荣耀V20原装充电头找不到 所以只有两条充电曲线对比 小米9是唯一支持无线充电的 并且功率可达20瓦 需要另购无线快充底座或者车充 如果你觉得硬件性能 拉不开太大差距的话 那么拍照表现 或许可以帮助你做出进一步的选择 严格意义上说只有小米9是三摄 覆盖全焦段 iQOO也有超广角 但是缺乏长焦 荣耀V20则比较前卫的玩起了Toff 但是对拍照成像 我个人觉得没有太大帮助 小米9和荣耀V20都是大体传感器 IMX586 iQOO主摄还是IMX363 不过这些都是纸面上的参数 我们来看实际样张对比表现 白天样张看不出太大区别 iQOO的色温有点飘 荣耀V20没超广角 iQOO的取景视野范围稍大一点 米9解析力更强 小米9对于色彩的还原比较准确 iQOO偏浓艳 iQOO太惨白 这组夜景模式对比 荣耀V20还没更新固件 高光压制甚至还不顾iQOO 小米9表现最好 不过更新固件后 荣耀V20效果提升明显 小米9和荣耀V20的动态范围 明显比iQOO更好 高光处保留的细节更多 小米9色彩饱和度 对比看偏低 整体看下来荣耀V20表现最好 发光自体边缘 小米9和更新固件后的荣耀V20 同样是吊打iQOO MX586毕竟具备传感器大底优势 再看这一组右侧背光灯箱 荣耀V20这次固件版本升级 直接把自己优化成了三星级别 夜景模式建议大家慎用 面对光线复杂的夜拍场景 成边效果反而不如正常模式AI识别夜景 极限暗光环境下 夜景模式拍出来也有很强的涂抹感 噪点也比较明显 好 那么综合比较下来 我觉得小米9的拍照场景 覆盖的是最全面的 同时成像质量也最为稳定 荣耀V20在更新固件之后 算法的提升效果非常明显 特别是在夜拍的场景之下 iQOO作为一款定位偏游戏的手机 MX363的表现也还算合格 好 我们看完客观参数之后 再来讲讲主观的感受 小米9和iQOO我的体验时间是比较长的 这两个都是搭载了骁龙855的处理器 也是最具可比性的 主要V20毕竟发布已经有三个月了 我对它的使用主要是体现在一些测试数据 以及进行拍照对比的场景中 人机交互方面小米9和iQOO都采用屏下指纹 科技感更强同时成本也更高 荣耀V20还是后置指纹有些落后了 三者均支持2D人脸解锁 这种认证方式其实更方便但安全性不足 都有NFC可以开公交卡 小米荣耀支持的城市更多 非我目前仅支持金银剂互通卡和李南通 游戏底下方面 iQOO同时长按左右压杆键进入游戏空间 游戏手机的属性更强 特别是在玩吃鸡时多出来的两枚压杆键 可以说是自带物理外挂了 iQOO和荣耀V20都具备夜冷散热 再配合大电池 长时间游戏体验要好于小米9 充电体验方面 有线充电功率最高的是3298元以上版本的iQOO 44瓦超快充配合药丸数据线 还能边充边玩 看完以上的内容 相信你已经对这三款旗舰心里有数了 如果非要我给出一个简单粗暴的建议的话 喜欢拍照不看重续航 选小米9 爱玩游戏大电池快充选iQOO 华为粉丝但预算有限 选荣耀V20 事实上相比售价更贵的品牌旗舰 性价比旗舰不存在值不值得买的问题 而是我们买不买得到 小米9目前还是要靠抢 而且还抢不到 iQOO目前还是阶段性的放货的一个状态 荣耀V20毕竟发布已经有三个月了 有限货也不奇怪 那么从实际出发 性价比旗舰之间的竞争 可能不仅仅体现在产品力方面 而是看持有更多的限货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性价比旗舰横评的全部内容 如果你还有哪些想了解的细节 欢迎关注皇家评测的微博微信 B站的小伙伴记得素质三连 其他平台的小伙伴也尽量转发点赞评论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